接下來是重點 斷層 斷層就是嚴懲受力之後 破裂然後有錯動叫做斷層 嚴懲受力破裂有錯動叫斷層 嚴懲受力 彎曲而沒有斷裂叫做折衝 斷裂 斷裂而沒有錯動相對移動叫做解力 斷裂有錯動相對移動相對移動叫做斷層 彎曲而沒有斷裂叫做折衝 斷裂而沒有錯動叫做解力 斷裂有錯動叫做斷層叫斷層 就是我們的斷層的意思 破裂之後有錯動叫做斷層 然後根據它的破裂的面叫斷層面 斷層面呢有分所謂的上盤跟下盤 先不用抄先不用抄先看我 先看我 最早分上下盤的人是礦工 你們的姿勢水準都比礦工高 礦工會分你就會分 在上面叫上盤 在下面叫下盤 請問你 假可以是在上面 假 所以假叫做上盤 也叫做下盤 那如果是這樣 丙跟丁誰在上面 丁在上面 所以丁叫做上盤 丁叫做下盤 看就會了 對不對 再來 這就是這裡所寫的 這裡所寫的 在上面的叫做上盤 在下面的叫做下盤 如果斷層面 垂直地面 就沒有 上下盤之分 那是上盤之分 就是斷層的意思 OK 所以 丁層斷裂之後 有錯動 叫做斷層 斷層 有個破壞面 叫斷層面 然後有分上盤跟下盤 在上面的叫上盤 在下面的叫下盤 斷層面 垂直地面 就沒有 上下盤之分 可以嗎 好 這就是跟你解釋的 上盤跟下盤 還有那個沒有上下盤之分 OK嗎 OK 好 斷層也有分類 分類 有分幾種 它就是根據上下盤的相對運動而來的 一樣 我會跟你講 哇啦哇啦哇啦叫正斷層 哇啦哇啦哇啦叫做逆斷層 那些哇啦哇啦通通 不重要 你用我看到圖會認就可以了 你看到圖會認就可以了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叫做正斷層 那個什麼什麼都不重要 看到圖會認 不用背 講幾道好了 來第一個叫做正斷層 上盤相對下盤 向下移動 叫做正斷層 不用這樣子背 不用這樣子背 正常的叫做正斷層 來 這一個英文課 這一個講義 誰是上盤 講義 講義是上盤 很好 看起來誰應該往下盤 講義往下盤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講義往下盤 講義就往下盤 正常叫做正斷層 文言文 這叫上盤 這叫下盤 文言文 上盤 相對下盤 下 下移動 叫做正斷層 OK嗎 所以文言文叫做上盤 相對下盤 向下移動 叫做正斷層 白話文叫做 應該往下掉的就 往下掉 正常的就叫做正斷層 正常叫做正斷層 好 正常叫做正斷層 好 可以嗎 看到圖會議論 圖上面是左看起來是左邊應該往下掉 所以左邊就掉下去 這叫做正常叫做正斷層 好 像這個影片上所顯示的 破裂 看起來是應該右邊掉下來對不對 那就右邊掉下來 所以這叫什麼斷層 正斷層 正斷層 就是正斷層的意思 會分嗎 OK嗎 OK 很好 另外一個叫做逆斷層 逆斷層呢 文言文叫做上盤 相對下盤 向上移動 叫做逆斷層 來 跟剛才一樣 跟剛才一樣 講義 特本 誰是上盤 會分 會分 誰可以往下掉 會分 正常叫做正斷層 應該往下掉的往上衝 不正常叫做逆斷層 文言文 上盤 下盤 上盤 相對下盤 向上移動 叫做逆斷層 所以文言文叫做上盤 相對下盤 向上移動 叫逆斷層 白號文叫做 應該往下掉的 往上衝 不正常的叫做逆斷層 就可以了 會分 叫逆斷層 這就是逆斷層的意思 逆斷層的意思 所以 有個影片 右邊應該往下掉 卻往上衝 所以叫做什麼斷層 逆斷層 OK 就是 OK嗎 就是逆斷層的意思 OK 還有一件事要背 還有一件事要背 我背好 張力造成 症斷層 壓力造成 逆斷層 這件事我未來要用 你給我背好 張力造成 症斷層 壓力造成 逆斷層 這件事我未來要用 你給我背好 很簡單 很簡單 你有各式各樣方法可以背 你有各式各樣的話可以背 方法一 人要紓解身心 才會精神正常 壓力太大會精神失常 所以壓力造成 逆斷層 張力造成 症斷層 方法二 借你的手以用 張力造成 症斷層 看出來嗎 症斷層 張力造成 症斷層 壓力造成 逆斷層 看出來嗎 壓力造成 逆斷層 張力造成 症斷層 壓力造成 逆斷層 用手指頭也可以 但是手指頭比不出張力 只能夠比壓力 一壓 逆斷層 一壓 逆斷層 你就背起來了 我不管你有什麼神奇的方法 給我背下來 你如果背好 因為我未來要用 張力造成 症斷層 壓力造成 逆斷層 你給我記好 這件事我未來要拿來用 OK OK 你給我看 你給我看 住